台東寶布魯部落十二月三十一號 舉辦隆重的傳統年紀儀式 迎接辛苦歸來的獵人 婦女們開心的幫忙 戴上花環 換上傳統服飾 而去年遭警方逮捕的獵人心中 更是感到無比的開心 去年寶布魯部落舉辦年紀傳統儀式 寶桑部落族人在進行大獵祭時 有六位族人遭台東縣警察局 成功分局偵察隊以違反槍炮彈藥 刀卸管理條例唯有逮捕 在全台各族群激烈抗議 族人合法持槍為何還遭警方逮捕 最後監察院也主動介入調查下 法院最終判決無罪定驗 但是族人認為監察院調查報告 遲遲未能出爐 讓獵人事件始終無法得到貧富 我希望監察院能夠發揮監察的一個功能 能夠讓一些違法或者是不當的一些公務員 能夠受到兵有的糾正 這次的五個獵人也都同樣有刪傷 刪傷的時候大家也在研討整個過程 想一想還是我們的族人有庇佑到我們 族人希望監察院能重視族群文化 並且盡早提出報告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還給獵人應有的尊嚴與正義 記者文章 台東市採訪報導